來看到有人在臺北市新醫區的山坡地 發現了一顆人的頭骨跟腿骨 那麼警方是立刻封鎖現場 並且通知監視小組道場來採證 目前正在顧慮相關的失蹤人口 逼對當中 警方為起封鎖線 不讓人進去 因為就在臺北新醫區的山坡地 發現一顆人的頭骨 他們是清這個水溝 清一清 看到那個骨頭 然後就通報 林長秀出頭骨和腿骨的照片 死者死亡多時 直到7月19號下午 才被清理垃圾的印尼籍移工看到 當時他在清理水溝上方的堆積物 在草堆中發現頭骨下的報案 目前針對其餘部分骨骸特證挖掘中 警方在現場還沒找到證件 無法確認死者身份 但從失蹤人口名單比對 有鎖定的對象 現場有有背包一個 及Apple AirTag一枚 與習慶民眾於去年所報 起母失蹤人口特徵相符 警方通知 去年暴失蹤的兒子出面 他說去年12月 他帶失智的媽媽到醫院看著 沒想到媽媽在他上廁所的時候 離開醫院 當時他查定位 顯示母親的位置 就在發現頭骨的附近 但一直找不到人 最後才報案 由於現場垃圾非常多 見識小組還在挖掘其他骨骸 報情相驗 釐清死者身份 記者留言發取重文台北報導 下輩 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